公司团体保险近期保费大账 中小企业雇主想要节省保费 以下哪一项是错误的做法呢? A. 调整或降低福利内容 B. 多加一些计划给员工选择 C. 将保单改为自愿投保 员工自付保费 D. 马上换一家较便宜的保险公司 正确的答案是C. 将保单改为自愿投保 然后由员工自行负担费用 那这边我想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当你们想到说将保单改为自行投保的时候 可能有的老板会认为说没有关系 公司还是提供了这个机会 跟保险公司集体来买这个 好像一个团体的健康保险 那事实上这样是不可以的 因为在所有的团体健康保险都有明文的规定 这是雇主提供给员工的福利 所以在雇主方面一定要承担部分的费用 那在保险公司那边又有规定 雇主承担的费用至少要50% 所以不可以低于50% 所以你可以选择说 如果说现在因为觉得经济的情况 需要大家来共同负担一下这个保险费 又希望大家可以维持一个健康保险 那你可以说好 可能公司本来是负100% 那公司现在可能决定是负80% 那员工要负担20% 或者是说公司可以用一个最minima的规定 就是保险公司的规定 公司负担50% 然后员工自行来负担50%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如果您的公司是超过50个以上的公司 那员工自行负担的50%部分 是不可以超过他薪水的9.66%的 所以要请大家注意 华星保险目标成为加州亚烟市场上 规模最大的全方位保险经纪公司 而且华星制度新系列报导 专门为在美华人来解答各种保险问题 欢迎观众持续锁定 欢迎观众持续锁定